大家好,我是阿喜 又是一款国分版的哈迪斯 不过这款游戏的划分非常不错 并且打击感也不错 但是它现在还是demo 内容不是特别多 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吧 叫做墨镜 好的,那来到我们的重生点 这边有一些人物是可以对话的 不过目前是没有什么作用 包括这里 应该是可以解锁一些属性 但是这边都没有开放 我们去其他地方看一下 只有一个这玩意可以互动 这个小狐狸 是给我们测试武器用的了 重金求打好家伙 它是个小狐狸而已 但是在这个机器里面 跟个蓝箔似的 好,那目前一共只有三种武器 第一把是这种剑 我们来切换一下 我好像本身就拿这个 平A 左肩是平A 右肩是可以蓄力一波 然后造成大范围的伤害 伤害也比较高 平A只有13点伤害 然后在平A的过程中 你放右肩的话 它速度就会快一点 不然你平常放的话 就会稍稍有点慢了 而且伤害有点低 36点 你普攻普攻 然后右肩会快一点 有个连招的 但是可能是demo的原因 目前游戏里面 并没有太多的招式了 还有一把双刀 攻击速度会很快 但是伤害会比较低 右肩是飞出一发滚轮 然后滚轮回来之后 我们这一次的攻击 就会变成一个强力攻击 来,再接一次 接住之后 就会变成强力攻击 就会旋转了 还有一个是远程武器 就是剑气 没有剑 只有气 这个还不错了 然后右肩是发射一个剑气 但是你攻击敌人8次之后 可以看到这下面8次 我挤满之后 身体就会变成这样子 就会射出一个比较大的剑气 伤害会比较高一点 来,再来一波 我是比较喜欢玩这个了 其他两把武器 目前看起来是有点刮 伤害太低了 而且是进战 不是特别舒服 这标是干嘛的 走啊 我们要进入到这个画中去打怪 意境还是不错的 游戏开始之前 它会给我们一个这个 叫做墨宝 可以看到我们下面 是有QE件 生命神上方 一共是可以装备两个墨宝 并且我们还有个小宠物的 看到没有 在地上滚的 它会帮助我们战斗的 等你装满两个墨宝之后呢 它会形态发生变化 刚才这个墨宝是干嘛 没注意哦 增加暴击跟暴击伤害 这是它的被动技能 新攻击或者重攻击 暴击的时候呢 会追加6点伤害 然后它有个主动技能呢 就会对对方造成35点伤害 还不错啊 这玩意是可以升级的 走 我们去打一下怪 那这边呢 可以选择一个关卡 你可以获得奇增 或者是墨宝 我们前期先去打墨宝吧 墨宝 打多也没关系啊 打多你是可以给它分解掉的 分解掉之后呢 是可以去给它合成一个高级的 这个伤害会有点低 不过咱们是远程的不怕 等它攻击满八次之后啊 右键再放出去 伤害就会高一点啊 哎 臭小子 OK 搞定了啊 来 看一下是什么玩意啊 5 看一下它的属性哦 生命值上限增加 召唤落石砸线敌人 造成100点伤害啊 哦 这还不错耶 实际上100点伤害已经很高了 走 那凡间的选择目前也没有很多啊 好像似乎只有这些凡间哦 再去打个奇增吧 来 试一下刚才那两个技能哦 咱们先试一下Q技能 是一个狐爪 对 这个 哎 你看 我们刚才那个小宠物呢 也发生变化了 现在变成这玩意了 再召唤一个陨石 100点伤害实际上很高的 够我们A个八九架了 是吧 来 把它处理一下哦 前面的小怪还是挺少的哦 后期呢会有那些精英怪Boss啊 还是挺难打的 OK 来 再看一下这玩意哦 这就是奇增哦 现在是给我们增加属性了 中毒素性增加一秒 这边的颜色呢 应该是代表品阶哦 紫色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吧 暴击伤害增加15%啊 咱们拿这个啊 这些平民罐罐打的 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啊 走 还有掉落大链金币的 就搞点灵当妙药吧 大链金币暂时不太需要吧 等一下可以去商店里面买点东西啊 不过商店还没有啊 这些技能有咱们就放啊 这些技能伤害是挺高的 暴击了一下 180多点 先把这些远程的小怪给它处理一下 怎么好像每次冲刺之后啊 它会射出两发出来 有时候啊 就是什么连招之类的嘛 可能会触发什么连招 看一下这是什么玩意 回春当 直接加属性的 异常状态 重击 重击应该就是右键哦 右键是伤害增加一点 这边地图的划分啊 包括人物的模型啊 实际上做得都还不错 还是挺舒适的 在整个墨宝吧 我墨宝给它调整一下 墨宝实际上挺重要的感觉 你可以专门走那种墨宝的流派眼 来 砸一下啊 哎呦 冲到它子弹增 这远程怪还是挺烦的 哎 刚才冲刺了一波 有那种多种石 那个攻击出现了 好像有两条 我要怎么控制啊 可能需要你自己去操作一下 OK 有一个抽小子 哎 刚才又有了 有时候会发出两发来 这个是火 看一下它的信息哦 燃烧伤害增加 有百分之7.5的 几率给敌人一层燃烧哎 这些都是精良的 这个白虎不要了吧 白虎先当于是一个近战攻击 把白虎给它换了 然后呢可以把白虎给它分解了 分解你就会获得一些材料了 这个东西有40个 可以给我们这个墨宝给它升级一下的 到时候如果有三殿的话 走 去出发 在高殿灵丹妙药 来 后面的怪太子慢慢变得厉害了 咱们现在的伤害还是有点滑哎 要多利用右键 右键实际上伤害还挺高的 这个技能放一下看看 刚才喷出去火有吗 没怎么注意啊 我打过去有燃烧伤害吗 似乎有 似乎有 好像有十几点啊 看着 哎呀 打不太准 稍一波 技能的效果谁想做得也还可以啊 还不错 得多利用一下右键啊 这个是它放过来的远程伤害 我这狗又变了 我的小宠物好像变大了 怎么变得跟那个 哎呀 小七点一样 挺有趣的 它不同的这个末宝搭配起来 它形态就不一样 实际上它伤害也有啊 那实际上我觉得它后期 如果加入更多的攻击形态的话 跟哈迪斯一样啊 武器的攻击形态给它加上去的话 应该会挺不错的 我觉得 异常状态伤害增加吧 我们是有个燃烧的 那个感觉还不错 哎 来到三殿了 这里呢 是可以 跟它对话一下 这个人这里面好像都是狐狸 是有尾巴的 它是研究末宝的 是可以给我们末宝进行升级的 我们把这个图给它升级一下吧 升级之后看一下 生命值上限又增加了 还会提供减伤啊干嘛的 砸现敌人的伤害呢 也更高了 不错 升级一波 不过咱们刚才只打了一个末宝 只能升级一个 再来这边 这边是回血的 它是狐狸嘛 它好像不是狐狸 别人都是狐狸哦 它是卖那个回血药的 不用管它 这里呢 有卖装备的 暴击率增加 所有伤害会5%的概率 对敌人造成流血 这不说300多 我们现在只有400多 生命值上限 生命值上限 全部伤害加8% 那是拿个宝鸡的吧 我觉得异常效果 加上去应该还不错 这个人就卖装备了 他也是狐狸 他有尾巴还有耳朵 OK 那走吧 没啥钱 那这个为什么闪闪发光啊 这个玩意 这个是比较厉害一点的 刚才应该买这个哦 走吧 似乎要打boss了 好像是boss呢 看个这个地方应该就boss了 可能只是个精英怪而已 我精英怪还是比较好处理的 里面点攻速有点棒 这里面似乎没有加攻速的东西 这攻速如果快起来的话 应该蛮舒适的这把武器 哎 再碰他一步 还是得靠墨宝 我这个伤害打回去真刮杀 近战武器可能打击感会好一点 但是近战武器也挺刮的 就有点危险 这些生命值很厚 没碰到 能打掉他半条血 得稍微控制好一下节奏啊 配合战右键实际上还不错的 没打满八次之后 这个右键伤害射回去 好像有八九十哎 也可以哦 相当于是半个墨宝的伤害了 哎 他也不急不过他们 还没死啊 再见 拜拜 OK 有爆了好多东西哦 这个毒属性不错啊 好像是一个法证 是AOE的伤害啊 咱们把火都给点换了吧 我不要了 你看 哎 这玩意啊 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我的小宠物 他现在是那个了 现在是AOE的 好家伙 他这个圈应该都会对敌人造成伤害哦 这个还不错 哎 那我换一下这个看看 我替换一下右侧的法宝 他又变了 哎 这还有点东西哦 还是挺有趣的 哎哎哎 这个没拿到 看上去哦 还是这个好了 这玩意呢 就给他分解了 长按F分解 好 等一下再去给那个 也给他升级了 护盾增加百分之十 末爆冷却减少 暴击伤害增加 这个呢 灼烧时间减0.5秒 我没有灼烧了 现在 我拿个这个 增加护盾的吧 每次示范技能的都会那个 都会跟我们护盾哦 还挺好的 打Boss应该挺好 回血 回一点 走 来看一下我们的小宠物战斗力怎么样 让他先打一下 哎 他是远程攻击的 他淘汰两点杀害什么鬼 好家伙 咱们来放一个毒哦 这个毒 是个AOE 持续伤害实际上还不错哦 我们等一下说不定 可以给他升级起来 哦 刚才那个打过去200毒 这小宠物的伤害有点低哎 不过咱们似乎有那种 什么所有伤害 都会给敌人 施加异伤效果怎么办呀 这个小宠物的伤害 不知道算不算 应该也算 走 还是得靠这个末宝 砸一下半条 哎哎哎 这个是精英怪啊 我家伙 身上发光了 这没有怪物的模型 能做的也还可以哦 哎呀 没犯准 对不起 那你的毒也没犯伤 好家伙 砸他们衣服了吧 OK 重机多快一点 重机实际上 很高的 八十几点 OK 搞定了 异伤状态伤害加8 末宝伤害永久加 加一闪状态吧 再来来一个奇增 哦 这个是环射的 轻击和重机都会造成诅咒 削弱敌人的属性哦 诅咒就是 不错啊 这个末宝伤害也会给敌人增加 那个伤害的 可以哦 走 我呢现在已经慢慢找到赶 就尽量把怪拉成一堆 然后拆光 A几下的时候呢 记得要用右键哦 右键实际上伤害挺高的 他有时候啊 好像 就是 A到两个敌人啊 这个就会叠加两层 呃 不知道 总之 叠加层数是挺快的 来来来 都给他们拉成一堆哦 打一波 平A两下 然后换右键 哎呀 他这个打到了 再来右键一波 哦 后面怪变得很强 再来一波右键 还不死了 OK 搞定了 哎呀 怎么会被关这里了 末宝冷却时间 上限减少板子 8 这不错 左烧伤害增加 生命值上限 哎 生命值上限吧 他会给我增加护盾的 还可以哦 我们生命值 我们生命值下方呢 就多了一个黄色的护盾了 哎 又到三殿来 那可以把中毒那个 给他升级一下 中毒伤害增加了10% 乘数上限的增加了 反正各方面都有提升哦 OK 升级一波 还有700多 等一下去买点东西 掉落金币增加 追加的伤害效果 追加是什么 不知道啊 获得钱 这个呢 一场伤害增加40% 持续时间减少40% 这可以来一个 就是 我们反正一直在跌赌啊 干嘛的嘛 持续时间倒无所谓 这里呢 可以回点血 不过没钱了 哎呀 应该加7%爆击啊 这些不错耶 伤害增加15% 持续两个反弦 好像要打boss了 应该买这些要的 算了 走 boss是个铁门啊 来 让我看看是哪个臭小子啊 哦 跳下来的 竟然能一路过弯展间 打到此时 我看来伸手不凡 可不愿做我战下先奔 好家伙 你小子马上要死了 知道吗 做梦 我们叫 当珠耶 我一直没有注意过 我们的名字哦 原来叫当珠呢 来 直接平A他 哎 我这个小宠物 已经去打他了 让我小宠物打他 哎 来个毒啊 走 走 他有二段攻击的 咱们慢慢的 消耗他 毒的效果不错耶 毒过去60多点 60多点了 是吗 再给他进来 进来进来 快跳进来 干嘛 吐的十句时间马上要没了 还进来 OK 就这么A他 然后范范这个 这个墨宝不进的话 范范就可以耗死他了 掌握好他的攻击方式就可以了 来 继续毒他 我宠物边上那一圈 是不是也是毒啊 好像也有 虽然说伤害挺刮的 但 还可以哦 整体结痂减伤害还是挺高的 等他第二波跳 会不会跳 不会跳我就在这边换毒了 再来杀一把 他一次平A之后呢 第二下就会那个了 就会跳一波 趁他跳的时候就闪掉 好像是有 那个第二形态的 我既然有打过一次 走 躲避一下 他快没了他快没了 让我小宠物拿问拖 哎呀 再见 进入第二状态了 发疯了发疯了 第二形态呢 就会更加厉害一点 直接来一波 斗 好 慢慢好 好 我们就躲在这边 住着后面 反正是有成伤害嘛 不怕他 就注意一下他的招式啊 有时候他会跳好几次的哦 你看 跳三次哎 这个 要注意一下哦 不过问题也不大了 咱们理解好他的攻击方式之后啊 就还是好处理的 慢慢平A他吧 他已经被上了十几次 哎呀 还可以敲倒一下 我们还有半条血 没关系 走 还会跳吗 哎 走 不要瘫刀 他跳的时候 好像会跳四下 再来一下 哎呀 没多伤害 可恶 这个砸回去快300 伤害到后面越来越高 哎呦 臭小子发疯了 哎呀 哎呀 不过咱们放这个末宝的时候啊 是会给我们提供护盾的哦 这个护盾也是可以抵较伤害的 没关系哦 他快没了 OK 最后一波 读他一下 哎 还是没读到 砸死他 哎呀 你这个砸过去伤害超高哦 筋果果真不让须眉 就你还想让我做先锋 你先去吧 好的 那目前的游戏流程呢 好像只有这么长哦 战斗胜利 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那个 战斗市场啊 单次最大伤害啊 等等之类的 还有我们获得的一些东西啊 不过因为是demo的原因 可能东西稍稍有点少 但是我还是挺期待的 划分啊 各方面都还不错了 二十年 可能要到三四月份的时候 才会发行吧 到时候我们一起再来看看哦 那行吧 那咱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了 那谢谢小阿西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